叫得one and all,就没分你我不丢下任何一个 你这样听一定会觉得很非所思的 为何他们相处了两年半 但为何他们会这么担保 然后又是每一个游戏就令到他们将来 当你真正认识他们的时候 他们12个都是彻底不同性格的人 有些人的性格会比较近 或者口味上会比较近 那些人就会变成了一个小团体 有些人不是说那些兴趣或是什么 又是另一样东西 自然会分散成12个团体 你会分散成两至三个团体 都很合理 但是其实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他们又要一起背着一个偶像包袱 那个偶像包袱是用来做事的 他们平时每一刻在镜头面前 我们是MIRROR 他们根本没机会用真实的身份和大家相处 然后在镜头面前的相处 全部都是综艺 全部都是要有一种 扫起某一种能量的东西 你会习惯了 大家的相处是这样的模式 两年半 当然是习惯了 你不习惯你生存不了 然后在这件事里面 他们真的用了很多时间才相信 其实这条MIRROR是个放假 是的 他们最初都是充满 每一刻都是这样 每一刻都是这样的 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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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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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但他们用了两、三日 对他们来接受这件事 是真的是放假的 因为真的是来喝酒 吃东西 經歷,接受後,他們突然打開所有事 但不開心時,我都會藏在自己 我經過這兩年後 我發覺我其實很愛大家 我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會覺得自己很廢 當初純粹想更多人認識自己 覺得人出了名字,為甚麼都順利 差距越來越大 會令我有很多負面情信 會有人看到你 只要你努力做那件事 對自己在團的定位 我自己都看不好自己 我自己以前是一個很封閉的人 因為我對一群人太投入感情 我就會扔掉100% 我一直以來當作MIRROR 未必是一個家人的態度 當作工作上的同事 我們每天都會一起工作 但我們真心坐下來聊天時 真的沒甚麼 當時我的投入度 在一個團體來說 我自己是不高的 我經歷完這個攝影機後 其實 想回這兩年多 其實覺得很快 我們之後還有很長的路去走 然後我想自己是否要繼續保持這個心態 牆是否要繼續這麼厚 是否應該給多 因為我經常都跟他們說 阿Jer對著一些真正熟的朋友 就能玩得好一點 但這群人我都對於兩年多 為甚麼對於兩年多都好像不太熟 現在就放開了很多 每天都很吵 每天都很吵 每天都放開了 就大喊 就大喊 突然大喊 對於我自己 我又沒有太大 尋找甚麼 這個不關 容易生氣了 我只不過是因為對他們的容忍程度 容忍程度低了 前世是他以前會把自己所有的情緒 感覺都藏起來 大家真的很公式 或者很和平大事 禮禮馬馬 一團和氣 但現在不是 現在他有些人來的 有感受 他現在會生氣 其實是一件好事 你也發掘了他這個生氣 他自己發掘了 或者身邊的兄弟幫他發掘 我都是 只要是很熟很熟的 我才會發脾氣的 如果我懂得發脾氣 我對他們已經很放心 我已經可以越來越說越說越來越說越說越來越 我會繼續說多些話 你經常都不想吵架 我會發覺 我都會發覺 其實都真的很愛這班人 真的 我一直以來都覺得自己是很大頭 和很愚蠢 你做很多事情 但入到…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你不要以為會說得太多了 你先說吧 對… 對… 我覺得這個舉動 我一直都覺得自己是不好事 但入了這個攝影 大家都很懂得欣賞大家 連我這些缺點 都覺得很好 我又覺得如果是另一個去做這麼愚蠢的事 那未必有我這麼舒服 那件事很好玩 我都這麼均勻 對… 那就接受了自己 接受了自己原來是一個好事 在這個團隊 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所以就慢慢說多了 我會說多了 我覺得 就是我以前是 說不說 有什麼喜歡的都不說 但現在就會說 更加… 更加融入到在這個團體裡面 更加… 我感覺到 我們真的一起在一個團體 而且我覺得大家對大家的支持 是多了 就是經歷完這個攝影之後 例如有些朋友 他可能經歷了一些事 不開心 就是做事 那我們會立刻 那一刻 就會問他 安慰他 或者叫他 加油啊 頂住啊 那些 以前這些是 沒有的 就是有他有 我們在那個攝影 聽到發現身體語言 是真的很重要的 就是攬一攬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因為有一次在進入攝影之前 在鏡頭以外 進入攝影室之前 我跟阿祖坐在一起聊天 就是鏡頭沒有出現的 他跟我說了一件事 就是其實在動物的世界 都是沒有語言 其實他們都是用磁場去溝通 用身體去溝通 但其實有時候 我們就是依賴了語言 就忽略了很多身體的語言 我有沒有說錯 沒有 我們依賴了語言 就忽略了身體的語言 是的 或者精神的 是的 我們忽略得很重要 但是到有時候 會覺得不說 有些東西不說的時候 就忽略了所有東西 因為我們已經完全依賴了 說話了 所以到我們在一個鏡頭 再說 我們試一下 很樸素全身黑色衣服 去做一個擁抱 做一個眼神 其實那件事 原來是來得這麼簡單 然後是我們在那個練習 上拿回我們之間的那種 那種叫什麼 那種年葵 那種年葵 是的 沒有基本 沒錯 阿祖令我認識了自己 原來我有這麼重的保護機制 在自己 原來我在觀眾面前 會長期勇氣 幽默地去包裝保護自己 我一直都不覺得 我只是覺得 我可能會大家會開心一點 成環境 會開心一點 看人家會開心一點 我只會這樣想 但是 久而久之 變成了很多時 我只會用這一面給別人看 但是這一面 都是我自己 但是其實我覺得 可以多一些不同的出現 即是可能 給別人看 一些比較脆弱 一些內心 是的 他們身為MIRROR 他們就是要承擔起這種偶像包袱 他們出來的時候 在做星1的時候 大家都看到 他們是一些真實有血有肉的素人 但是 到了他們 由素人變成一個星 他們是要背起這個責任的 但這個責任會令他們無法呼吸 其實如果最終只是變成了一個偶像包袱 而自己不留意自己是一個偶像包袱 那就會很危險 但是會的 人是為了生存 他們是會習慣所有東西的 你會習慣了之後 你會忘記了你原本的自己是怎樣 所以我覺得 剛剛好 兩年半 兩年半剛剛好 提一提 這個時間挺好 再一次 請